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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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星期最熱門的話語就是 風飛煉 舊情不燃 那麼居然有算命師出來說呢 王妃 謝霆鋒 張柏芝三個人呢 前世糾葛 好 所以我們想到人和人相處之間 其實都是靠緣分 不管是政緣還是滅緣 政治人物之間的前世 有什麼樣愛恨情仇呢 來看我們的單元 政治人物的前世今生 嗨 妳好 老師 妳好 話是越講越輕 真理是越變越明 歡迎收看政治人物的前世今生 我是貴仙谷 旁邊這位是命理大師 詹惟宗老師 仙谷 妳好 大家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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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先吃 先吃一口 我都給妳菜 拜託老師 這是籤 這是籤 這是籤籤 說到這個前世今生 我們就想說 現在謝霆鋒 王妃和張柏芝 三個人的 劇劇的故事 有老師近年勝出 這個謝霆鋒 以前是萬輝 王妃是標高的女兒 張柏芝 出身是蘇生世家 這三個人 曲折離奇的故事 近年穿越了古今 來到現代 張惟宗老師 講真的有前世今生 我告訴妳 在密宗裡頭 很多的法王 在原籍的時候 都會留下一些 他的適用的東西 他會指明幾年後 到某個村莊找某個小孩子 這時候就利用抓周的方式 在一百件的物件當中 他既然能夠精準的抓到 法王前世用的三件信物 完全精準來反射出 有前世的一個 輪迴投胎的故事 這麼準 百幾項的信物 獨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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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個 又是法王膠帶 說到這個 這麼起床的故事 都說到很久 最近 這個一樣 台北市長好選人 連勝雲和柯文哲 你看看 他們兩個 關係是怎樣我也不知道 連勝雲 勝雄的時候 柯文就叫過他 連勝雲也很感謝台大醫院 結果有兩個人 為了台北市長的選舉 現在變得很嚴重 講到對方 更理解的是 因為國民黨的祖宜科 竟然窮吹猛打連勝雲 老師 到底他們這三個人 有什麼的檢視精神 看很多人說到 嘴巴有嗎 說到很多東西 口說無憑 在密宗裡頭 我們用文書的開運 占卜有沒有 來測試一下 他們前世的一個 生活環境 以及互動關係 你還知道嗎 或許能夠 偶像 偶像在偶像 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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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一個人幫他抽兩張台 從掛中的圖像 來找出他們前世的生活環境 或許能夠找到一點蛛絲馬跡 好 來 我來挑 對 當然是你來挑 第一題要挑什麼 我們就給連勝雲 你來抽兩張牌好不好 我代替他出兩張牌 第二個就是 周遇客好不好 這兩張 來 第二個 我們再抽一下 轉過來好不好 第二個我們說 周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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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不能放在這裡 第三個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柯文文 柯文哲 我來勒求 厲害 好 我們從掛像來看一下 先看連勝雲 連勝雲 這個 這個叫 30歲以前的連勝雲 30歲以後的連勝雲 這個叫做死 代表連勝雲在前世的30歲以前 是一個無惡不作 而且到處殺人放火 而且壞事作絕的一個人 這樣喔 所以他這罩孽很深重 但是因為他30歲以後 一切放空 甚至於在修行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於是修行得很圓滿 才有今世的富貴 這是以看這個連勝雲的前世來斷塔 連勝雲的後世看好 對 現在來看周遇客 傳過來一下 好 來 這一張叫做白髮羅 本身周遇寇在前世的時候 是一個 而且為人正職 求好心切 勢勢必公卿 而且是一個按部就班的一個 守法的執法者的前世 後來明星閃耀 他在他那個時代有沒有 比現在的連勝雲還要有名 甚至於是當官的人 所以叫明星閃耀 走出去星光閃耀 比現在的藝人更有光芒 可能是我們所說再朝為官的一個大官 這周遇購前世 為什麼沒來選台北市長 那時候可能已經超越市長的階段了 這樣喔 對 叫老師說得到真的富貴 現在來看柯文哲 來 柯文哲的前世 沙丘有沒有 他就 他是一個在荒郊野外 是一個被發配邊疆的一個女孩子 而且 而且 因為沙丘表示貧窮的意思 是窮人家的小孩子 而且在這個荒菸漫草當中一無四處 而且在這個環境當中非常的險峻 甚至於有生命的危險 是一個出生於貧苦家人 後來有沒有看到寶藏 珠寶滿天下 他嫁給了這個 所以轉平為父 進入了豪門之家 而連勝文本身修行之下 在一次冰花馬爛的車禍當中有沒有 他差一點 冰臨死亡的邊界 差一點命上這個沙丘 吐下 吐下 所以這個連勝文救了他之後 他們雖然為夫妻 所以金氏 金身金氏有沒有 柯P 有救連勝文的責任在裡面 這樣喔 但在這一場糾葛當中 為什麼會扯立到法律的人物呢 是怎樣 後來修行的過程當中 連勝文已經放缺一切了 叫晴空萬里 也不在乎名利 於是獨善其身的遠離這個家庭 受到這個執法的這個人 認為他是拋棄棄子 認為他是當時的一個陳世美 其實對連勝文是一個冤枉 對於他來說 周怡寇的當時 是非常不能夠理解他 為什麼殺手而離去 卻不留下任何的痕跡 使這個女孩子柯文哲 獨守空歸20年 於是他們恩怨糾葛得非常的深 了解了 老師 叫你說的 點伴真的不太多 我剛剛突然全身起雞皮疙瘩 彷彿文書菩薩附身的感覺 真的喔 對啊 整個就感覺出來了 很想像 以前柯文哲叫過連勝文 現在連勝文當然 柯文哲還要叫他 對 這個糾葛得很深 所以說 你要看看 這三個人糾葛的故事 由這個占卜就知道說 他們到底前世今生是誰做的 是 說到這裡 不知道還有多少政治人物 不知道有什麼前世今生的 淒美故事 但是喔 話是越講越明 真理是越變越清楚 我們後來才來混淨 政治人物前世今生 我們後來才還怕 再見了 謝謝 李章老師 第二位在這裡 今天的燜鍋主題是 傳出柯P要除詩言錄來檢討自己 那政治人物講錯話會失明心嗎 的確我們看到一路走來 這個柯P言多必失 所以他要現在乾脆推出這個 柯P詩言錄 好 我來檢討自己 但是我先請教香榮 就是說 他這樣做避免再犯錯 那真的可以對這場選戰 會起什麼作用嗎 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把詩言錄 當作一個政策的話 我就會是錯誤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政治人物 台灣的政治人物 必須要講錯話 你講錯話 大家才會關注你 才會知道你到底要講什麼 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講錯的話 當成一個語錄 然後記錄起來 然後認真的反省 然後認真的反省 利益是良善 但是這是一個錯誤的方式 但我要講的是 柯P講話是這樣 但連勝文講話就不一樣了 連勝文一講話 話一出來 馬上他自己被關注到 同時另外一方的團體 也會被關注到 譬如說他說 柯子島它是一個島 馬上 這個柯子島的居民就被關注到 譬如說他說 對啊 他是講這樣對不對 他說山豬庫有這個臭氣味 你看山豬庫的居民 馬上就被注意到 他說他一大早起來 吃10盎司的這個牛排 馬上吃不到的人 就注意到 然後他說 就知道有什麼好處 對 就被關注到 至少被關注到 而且他最重要的 他說他有錢 他不會被買通 你看99% 比他沒錢的人 就被關注到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這些民眾被關注到 才能夠真正表達 心中的需求跟他的不滿 然後才能夠發現 真正的問題所在 所以說 我覺得說錯話 就是當今台灣政治人物 必須要學的一門功夫 而且要死不認錯 就能夠當台灣的政治人物 不會 而且大家真的扯遠了 我們稍微回到悶鍋現場 現在全訊之類 沒有啦 沒有啦